其实我觉得这刚才那韭菜炒虾仁啊 挺常见的一菜 哎呀 这好了有话呀 这韭菜吧 也没什么其他的做法 是不是 我觉得要不就是像您说的 跟炒虾仁 那么炒个鸡蛋 可是刚才任老师 他说那个韭菜炒虾仁不一样啊 他怎么还加白酒 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这我就不知道 发现问题核心 莫凡就是觉得你给他炒的这道菜呀 太普通了 是 太家常 对 太过家常了 他阿姨呢已经发现了 在炒虾仁的时候 加那么一点点的白酒 能够更好地去除虾仁的腥味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那么加姜的一方面呢 就是为了调味 还有一方面呢 这个姜 它也有很好的助羊的效果 而且呢 这韭菜炒虾仁呢 对我们的肝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挥发油 具有独特的香气 能够输调肝气 也能够增强食欲 而且还能加快我们身体的消化和吸收 我们观众朋友啊 如果大家经常吃点韭菜 还能预防多种消化类疾病 以及肝类疾病的发生 对 其实韭菜最好的做法 我觉得啊 就是跟虾仁一块丑 这是最好吃的 还能补肾温阳 这是韭菜炒虾仁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韭菜刚才我说了 性质温和 它能补肾温阳 而虾仁呢 也是一种能补肾温阳的食材 你把它俩放一块 补肾的功效不就更突出了吗 而且阮老师提到 韭菜里有挥发油 还有硫的化合物 它都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虾是性温胃肝咸的东西 归肾归脾 平时我们吃韭菜炒虾仁 温肾助阳活血 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 50家50岁以上的人 平常吃一些 没错 其实这韭菜不光是炒鸡蛋 炒虾仁 在我们江苏一带 您知道它还能炒什么吗 那谁知道你们那儿还有什么 您说说 螺丝 螺丝肉 螺丝肉 把它都挑出来 韭菜炒螺丝 韭菜炒螺丝 嗯 嗯 嗯